謝謝祝福阿咪啦 謝謝祝福阿咪啦 愛人送幸福阿咪啦 謝謝祝福阿咪啦 兩個月前才開心慶祝十歲生日的 韓國女子天團少女時代 如今要看到成員們這樣相聚的畫面 卻可能已成絕像了 因為就在2017年10月9號這天 傳出秀音徐嫻Pivany不在 和S&M娛樂續約震驚整個娛樂圈 雖然S&M聲稱少女時代不會解散 但大家若不同公司未來要合體幾乎很難 2014年才經歷傑西卡被退團風波 現在又有三位成員離開 少女時代9人剩下5人 粉絲得知消息後都相當難過 紛紛表示不能接受 他們之前傑西卡退的時候 就引起很多的那個粉絲在傷心 然後我覺得如果這三個退的話 大家應該會更傷心 連我自己也覺得非常難過 我有點傷心 因為他們已經出道那麼久了 對 失念了 然後因為我還蠻喜歡Pivany的 然後他就推出了 這樣 從那時候他們一開始那個 擠然後就 蜂鳴天響 然後就 大家就很喜歡他們 我覺得有點難過 因為畢竟我也追了很久 海報什麼的我家也蠻多的 還蠻難過的 在傑西卡離開後 八人演唱改編抒情版的出道曲 團員們也許是想起成軍以來的點點滴滴 在舞台上苦到不行 台下的So One更是聽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 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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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擁有長腿作為標記的少女時代 要身材有身材 要臉帶有臉蛋 還同時兼具舞蹈 歌唱實力 2007年出道後 可說是毫不意外地迅速走紅 我愛你 尤其是這首超洗腦的地 更是讓他們人氣不斷飆漲 每每推出新作品 來到都是大家必學經典 但要像這樣高顏值的女偶像 你沒想像他們私下卻是毫無包袱嗎 百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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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英俊 就是这样可爱 每个人有不同特色 感情友好的少女时代 让手腕爱得死心塌地